大批伊朗民众星期五前去投票站 投票选举新一届议会成员 投票站原本计划在星期五晚间6点关闭 但是由于大批民众前往投票 很多投票站都开得很迟 星期六早上的点票结果显示 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当中的温和派占了上风 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伊朗总统鲁哈尼推行他的政治纲领 鲁哈尼也被认为是温和派 这次选举是在伊朗政府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就其核项目问题 达成相关协议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选举 选举结果也将会反映出伊朗民众对鲁哈尼执政以来 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满意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